字幕 الك 話說有一天 由澳门朋友詹問我 有沒有吃過一家名為 森慕儀的粉麵餐廳 譜到馬上吃過 由於小弟比較孤陋寡問 不僅未吃過 結果連聽都未聽過 他当堂就嗷嘴还说深奥义是澳门一间很出名的餐厅 没吃过绝对是我的损失 所以那天他就捉了我和阿Yan过来试试这间餐厅 深奥义全名叫深奥义广潮福粉面食馆 现时在澳门总共有三间分店 他甚至在澳门机场都有分店 不过我们那天就来了对于游客来说最手脚的讨厅分店 而这间餐厅不单止在澳门好出名 他甚至红到去韩国 既然有韩国节目曾经介绍过他 所以是有几多韩国游客无名而来 来到之后你不单止会听到很多人说韩语 menu上面甚至会写韩文翻译 作为一间粉面店 这里的环境当然是比较普通 由于这间餐厅挺受欢迎下 加上这桌都是以大桌为主 所以好大机会都是要和人搭桌 椅子也是普通膠椅 坐得不算舒服 胜在的地方都算干净 另外带我们来的各位朋友 还说这里的另一特色是上菜非常之快 他还帮我们计时结果来源单之后 只是分几钟就已经上菜了 这里的服务我就觉得都算几好 我想menu上面有样东西叫做全餐 即是什么菜都有齐齿 还会加咖喱汁混在一起 我的朋友就跟我们说 他试过全餐就觉得不一样 因为觉得咖喱汁和汤底不夹 本身我都打算叫全餐 当然可以帮大家试多几宽 甚至乐丹哥姐居然都跟我说 全餐不好吃叫我不要叫 这样到自己买的餐厅 都真是第一次见 虽然他的名字有广潮福三个字 但我们就找过资料老板其实是组织潮州 因此粉面都是片潮州式 面头还有一些炸蒜蓉 主食有五样分别是贵雕 米粉、可粉、油面和油面 我们就选了头两样贵雕和米粉 米粉我就觉得只是正常米粉 没什么特别 而这里的贵雕是很有身 吃起来很腍 Yang就说一般的这种口感 不过我自己就觉得米香味多重 都算不差 要决定一个粉面好不好吃 湯底当然是非常之重要的一环 有别于坊间的粉面餐厅 通常都只是用味精湯来做湯底 这里的清得来很鲜甜 不是泰国又落到味精 我们查过以往其他媒体的报道 就说这里的湯底是用常冷猪骨和鼻祭材料的牛性 难怪喝完一点都不颈渴 绝对是可以喝完整碗 食潮州份面不少得的当然是辣椒油 这里的食落我就觉得是很香很野味 是一种很高质的辣油 除了辣油之外 这里还有干辣椒碎 还有坊间小见的泡椒可以选 而这里的菜真的有20多款 单拼是由30元起 商品就是加10元 听起来好像有点贵 不过这碗东西有真心是几大碗 正常食量的人吃完整碗应该够饱 由于落单的阿姐叫我们不要叫全餐 所以我们就选了其中几款比较招牌的东西 黎丝就算素 这么多款菜之中必要叫的我想就是豪仔 豪仔的量不单几多下 而且粒粒都很大隻很肥美 吃起来很鲜甜 你看看阿Yang吃到多满足 就知道那些豪仔有多棒 另外两款比较有特色的菜 是肉碎和雜碎 两者的分别就在于雜碎不单有猪肉丝 还有些猪吐司 不过由于切得太小 量也不多 所以我就不太试得出味道 而那些猪肉丝厚厚 比较硬 似乎用的部位比较差 亦都像猪果笼 网上资料就说 这里的牛丸是在自设工厂做的 吃起来的确是既重牛味 亦都足够大压 够得住我们乡下的牛丸的水准 不过这里的蜜鱼丸就比较一般 咬得比较松 有点像鱼蛋的口感 亦都不像坊间的蜜丸 吃不到一粒粒的蜜鱼肉 粉肠是拿单的阿姐 推荐我叫的一样菜 但是有好几条都有一点苦 似乎就洗得不太干净 另外这里大部分的菜 都是可以叫做正菜 大约是买40-50多元 听上来好像不便宜 不过其实是可以叫半份的 亦都不算西份 譬如半份鸡翼29元 是有4只 平均1只7元左右 虽然比起老密的脆香鸡翼 贵一点 但是我就觉得好吃很多 不单是超入味 而且火候控制得很好 乱得来有肉汁 绝对是挺高质的炸鸡翼 半份炸豬扒同样都是29元 上菜的时候会配上叠茄汁 这些豬扒咬下去净凉 但是实在太过凉了 完全没有了豬扒应有的后感 因此我就觉得不一样 这里的份量好够多 而且汤底好有特色 加上豪仔牛丸和炸鸡翼都真心不错 我就觉得可以过来一试 不过其他菜大家就不要期望这么高 好了今集就来到这里 如果想看回我们以前试吃过的其他澳门餐厅的话 就可以按右上角的i字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